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看着被当地民众叫做胡子的大龙树须根 以及像极头发的茂密枝叶石表示 应该要为这些大树整理门面了 提前因应台风季节的来临 因此反映地方民意 争取市政府都发出公园管理科 为六堵科技园区诊断工建路两旁的230棵行道树 适度修剪头发以及胡须 修剪工程预定5月中旬开始进行 就算是忙到声音都沙哑了 能够为乡亲争取到尽快修剪行道树 杨秀玉还是很开心 那工建路这整个两排林立大概有230几株的那个榕树 那因为长期性的这个都没有修剪嘛 那因为台风季节快到了 那我有跟公园科这边就是提到说 这个应该要赶快修剪 那可能预计中旬 中旬都会在这边做修剪 农树鯄冬跟丰箱 那里面会做什么样的修剪 原则我们会针对就是生长比较茂盛的 比如说是农树的 부분이 我们会进行做强检 因为在工建路这边 农树几乎都在电线港底下 所以我们想说为了避免安全性 农树的部分我们做强检的部分 那农树跟丰箱的部分 我们原则一些土长子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修剪掉 然后维持环境的干净整洁以上 包括当地六堵里长 于良盛以及居民都前来关心 希望影响到路灯照明的汁液 可以先行修剪 至于是否一并修剪 可能影响到电线电缆的汁液 因为涉及到考虑人员施工时的安全性 必须断电进行修剪 反而影响到民生供电等大问题 暂时不处理 整个修剪工作 大约两个礼拜左右 又可以完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